321 嗨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洛杉矶的 星期六下午1点半 也是我们春假开始第一天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支Vlog 我们打算今天在洛杉矶 拍一些洛杉矶的日常生活 还有一些拍照的景点 还有一些既可以吃饭 又可以拍照的一些餐厅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吧 然后也想借这个Vlog的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 特别是在洛杉矶 在加州普遍的大学生 都是过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 他们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可能跟大家普遍 心中的想法不大一样 然后这个Vlog 主要我的目的 也是想分享给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朋友一些资讯 关于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也想借这个Vlog的机会 让我身边的朋友 亲戚家人 还有一些网友 更多的能来了解我 了解我的生活 大概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Heading to West Hollywood 就是在Hollywood的下面吧 属于一个洛杉矶的艺术区 就有一些潮牌 还有一些酒吧 一些外国的餐厅 去那边吃一个brunch 然后开始我们的新的一天 拜拜 一会再说 我太快了 嗨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家餐厅 这家餐厅叫Isabel 在West Hollywood那里 也就是在Ferfax Avenue Ferfax Avenue就是大家一些熟知的 像Supreme Babe 424 Ferfax这些潮牌 他们的诞生地 也是他们的主要的门店所在的地方吧 然后呢 在隔壁呢就是Melrow Street Melrow Street呢 又是大家熟知的 比如说 Post Meets的粉墙 还有Made in China这些墙 它所在的地方 然后这一家店呢 正好就在他们的中间 这家店主要是一个酒吧 加一个Bar 餐厅的组合 有点像一个阳光房吧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就是一个阳光房 然后有很多的绿色植物 我背后就是一大片的树 绿的要死 然后我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自己吧 我叫姚纯耀 Oliver 然后我出生在温州 在上海长大 然后呢 这几年一直在美国加州在读书 现在在UCSB加州大学 Santa Baba分校读书 然后我到周末的时候呢 只要有时间没什么事 我就会跑到洛杉矶 待到洛杉矶 所以这些年呢 对洛杉矶比较熟悉 然后我想我应该是属于那种 就是也不是那种 大家心目中所想的那种 开超跑 每一天都有的人 嗑药喝酒那类的留学生 但我也不是那种 每一天都坐在图书馆 粪笔集书的那种大学生吧 我觉得我应该代表的是普罗大众 比较多数的留学生 就我们该考试的时候考试 该玩的时候玩 然后呢 该用功的时候用功 就是过着该属于自己 应该能拥有的生活吧 然后其实这些年在洛杉矶 我也慢慢的就有一些厌倦了 因为这个城市始终 并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所以我可能马上毕业了以后 也会回国 Hello 所以现在已经上菜了 然后我点的是Irish breakfast 就是传统的英式的早餐 就是鸡蛋 香肠 面包 还有番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条一整条猪五花肉 真的是还让我收成 然后我朋友点的是steak 是牛排 美国人其实还蛮喜欢早上吃牛排的 像很多路边的这种 比较便宜的早餐店 比如说Denis什么的 早上甚至有很多美国人 喜欢吃一大块牛排 然后我们又点了两个鸡蛋炒蛋 还有一个番茄的豆子吧 应该算 然后两个人点太多了 所以他又给我一个桌子 所以这里我特别要推荐分享一下 我一直很喜欢喝这个 这个叫西柚汁 grifruit juice 所以 因为在美国 其实 没有那么容易上火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什么上火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喝这个西柚汁 的原因 所以 在这里 谢谢大家 多喝西柚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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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然后 给大家看看账单 现在 吃了这么多 大概一共是86块5 还没有算小费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两张卡 也就是 两个人吃的话 就直接让他对半分 就算AA 然后 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服务员呢 他会一直来问你 怎么样 都挺好吗 然后 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 我多来问问 然后 你给我小费的时候 就 多给我一点 所以 这位是我们的 小姐姐 好了 她没有理我 现在要坐在这儿 慢慢的慢慢的 等她把 这个 小本子给拿走 所以我们这边 已经到了这个 Fearfax Avenue 这里 就全部都是潮牌 然后 对 前面就是Supreme 这里就是Supreme 所以 这边 这么多 都是在排队进Supreme的伙伴们 有很多 其他地方的人吧 因为Supreme 其实在美国的 它门店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现在正好是春假 可能有很多来洛杉矶旅游的 一些喜欢潮牌的朋友 可能 专门会来Supreme 来买东西 看大家都令Supreme 带着出来 然后 我们现在在排队 在一家 叫Soul Stage的店 然后 这家店呢 它不像Supreme Supreme 是卖自己的产品 这家店 它应该是卖 一些潮牌的集合 但是它有点像买手店 它都是需要加价购买的 当然里面有很多 可能在外面买不到 要抢抢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多小时 开到了华人区 叫Arcadia 这里在洛杉矶的上面 然后这个地方叫Arcadia 然后是著名的华人区 然后现在在这个商场 叫Arcadia Mall 然后里面能找到 中国都有的一些餐厅 比如说 梅州东坡 还有后面这个 海底捞 还有仙玉仙 还有一些中国菜 比较地道的中国菜 里面 是 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底捞里面了 现在是快九点钟了 我们排了整整两个小时二十分钟 然后我们还是跟别人share一个位置 看到没 这里是边上的人 跟别人share一个位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人特别特别多 其实跟国内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呢 但是呢 这里的海底捞是一个人一个小国的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的还有牢头之种 一个人一个小国的 我给大家看这里的菜单吧 这里的菜单的价格 怎么说呢 一个锅底最贵的七块钱 最便宜的 最贵的要十块钱 椰子鸡 然后最便宜的要五块钱 然后一个USDA顶级牛脸肉套餐要24块钱 然后牛舌要19块 一个大炒饭要6块 口水鸡要10块 所以我一直觉得相比于美国其他的物价的话 它其实并不算贵 真的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其他东西 比如说我们吃大冬还有梅州东坡 就比在北京啊 还有在别的国内城市吃的贵很多 但是就是 海底捞的话就并没有那么贵 给大家看一下 这黄猴分量感觉比国内小 毛肚分量也比国内小 牛肉也比分量国内小 然后这个主脑花我觉得最清楚了 因为我在国内寄的一副脑花是两整个 然后这儿的话一副脑花它只有三个小半 就等于是其实是只有一个半脑子 一个半脑花 然后这里的虾滑它是这个样子 自己寄 结束今天的vlog 然后开始吃饭 对 拜拜 希望下次能拍得更好吧